這樣子的結果雖然說錯愕 但是也必須要去沉澱 並且去接受 前一天一身黑 淚灑藍白河會場 戰狼小姐姐陳志涵 經過一夜沉澱 一身白現身柯主席身旁 在團隊裡面打完這場選戰吧 我剛剛已經說 我覺得個人真的不重要 特別是像我們這樣子的成員 但是團隊跟目標 才是真正重要的 會不會陪柯文哲選到底 陳志涵的停頓留了伏筆 倒是前一晚也被傳氣到請辭的 總幹事黃珊珊 陪著柯主席團結軍心 我沒有請辭 我昨天下午忙著研究最近的民調 這種謠言就停在這裡 現在接下去的是要打一場勝選 儘管說要打勝仗 但柯文哲之身一人 跟馬諸侯密室談判 沒有守住和自家幕僚約好的底線 大幅讓步侯友宜 也讓柯粉焦慮感大爆發 柯主席你可能要想一下是說你是不是有一點點 太任性了一點啊 這麼龐大的柯粉的大局為重 要考量到他們 確實有人很傷心就退 甚至有人說 捐款要不要拿回來 本來是要支持柯文哲當總統 但自家主帥卻在關鍵時刻縮回頭 柯文哲募款網站文案第一句話 自問你憑什麼跟藍綠競爭 現在顯得格外諷刺 7月底花8800元看柯文哲專長演唱會的支持者哀怨 簡直像被當白痴 柯文哲才一搭上藍白火車 柯粉們卻立刻要他趕緊下車 進行文綜合報導